如果你问我是否爱过你 我或许会说可能曾经确实爱过你 如果你问我是否还能和你再在一起 我会说最后和你说再见也只是和你客套而已 因为我压根就不想再见到你 女主阿娇和自己的线任要去外地旅行 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和自己的线任大吵一架 然后碰到了想要挺身而出的前男友的线女友阿娇 和在那偷偷摸摸看热闹的前男友韦婷 阿娇因为要和自己的线任出去玩 所以不仅将房子退了 还将钱包和护照都忘在了线任那里 身边的亲人朋友都有事情无法收留阿娇 于是阿娇只好跟着韦婷去了韦婷家 阿娇一到韦婷家就跟鬼子进了村一样 而阿娇也展现出了自己作为线任的豁达胸襟 反正这一点我是做不到 我的线任要是敢把前任带回家 今天晚上估计是要死一个人的呀 阿娇和韦婷朝夕相处了两天 发现韦婷和自己都还存留着 曾经在一起时候的一些习惯 比如煮面的时候卧蛋在里边 比如韦婷知道阿娇生理痛 给阿娇买了止痛药和姨妈筋 要知道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阿娇生理期韦婷连卫生巾和护垫都分不清楚 看到阿娇生理痛差点都要打120 阿娇用韦婷的电脑 发现韦婷的电脑密码 还是当初和自己在一起用的那一个 两人之间的氛围越来越暧昧 有时候像隔层沙 有时候又像隔座山 过去的回忆和现实的生活 总是会不经意地重叠在一起 可是回忆就是回忆 回忆停留在那里 只不过是为了时不时地提醒自己 即使你再舍不得 那也已经过去了 每个人都会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巧合 阿娇每次要和自己的男朋友旅行之前 都会和男朋友说分手 不管是现任还是前任还是前前任 爱情自然是要有浓到蜜里的甜 也会有痛到心底的苦 而这些都会变作回忆 时不时地出来折磨一下自己 不管是甜还是苦 变作回忆都只是折磨 阿娇和韦婷也是这样 曾经的欢乐时光慢慢地淡出 就看到了深藏在蜜里的刺 两个人开始频繁地吵架 摔东西 并且说分手 彼此之间的信任渐渐地出现了裂缝 重复的分手复合分手只会消磨掉更多的感情 谁也不可能保持着一成不变 谁也不可能一直站在原地等候 就像韦婷 曾经是一个坚持自己的理想 不及和老板顶撞的设计师 而现在却做了自己当初最讨厌的人 时间的流逝总是会让人看不透自己的心 就像兜兜转转了一圈 当初说好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又相遇 过去残留的那些感情涌上心头 隐隐约约还有一丝爱的模样 韦婷和阿娇就在这几天的朝夕相处中 以为自己还是爱着对方的 彼此摸摸大之后 阿娇发现韦婷已经不是当初自己喜欢的那个韦婷了 而阿娇之前在机场拿走她钱包和护照的男友也回来了 将护照和钱包都还给了阿娇 并且想要和阿娇复合 这时候阿娇的妈妈也回来了 阿娇和妈妈交流之后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学会独立 而不是应该只想在爱情中依赖对方才能支撑自己的生活 就像妈妈说的去旅行不用别人带 自己去就行了 韦婷也是个随心所欲的人 觉得自己还爱着阿娇 就决定和阿娇分手 而阿娇还委屈求全 想要挽留韦婷 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去挽留 女人呢 变了新的男人永远不值得你委屈自己再去挽留 在这里插一句建议各位对爱情有疑问的 可以去看看娘子做的一期 她其实没那么喜欢你 看到兴起的话还可以分个手助助兴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总之这部电影就是回忆和现实不断交叠重合的一部电影 可是娘子我不喜欢回忆 我一直觉得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不管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的事情 上一秒发生的事情 对于这一秒来说都已经是过去 我想做的只是想过好当下 就像我永远不会和自己的前人联系 因为我觉得注定走不到永远的人 即使再来一次 依旧如此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 如果深爱就请一直走到最后 如果放开 谁再回头 谁就是狗 我是娘子 一个感冒到现在脑子发懵身体发虚 却依然靠着对你们的爱支撑着 努力向前的娘子 爱你们哟 另外悄悄告诉你是永远 让自己受伤 还告诉我自己 人情就是这样 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我感冒到现在的心里 我感冒到现在的心里 我感冒到现在的心里